我们刚才推导出来一个基本公式 当f of x 是单向函数 x 的 n 次方的时候 f 在 a 的一次导数的公式 是 n 乘以 a 的 n 减 1 次方 a 的 n 减 1 次方 那这个公式呢 看起来还没有什么威力 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两个性质 等到那两个性质出来威力就会很大了 但是请大家再忍耐一下 我们在这一小节里面还要再补充一个观念 有了这个观念会使得我们将来说话跟推论 这个表达数学会更顺利一点 让我们先做一些例子吧 拿到一个公式先用用看 虽然它的功力还不是很高 但是我们先用用看 好不好 我们做一些例子 那比如说当这个 f of x 是 x 平方 那 f prime of 2 会是多少呢 那大家要想一下啦 x 平方 n 当然就是 2 然后呢要乘以 这个 a 这个数呢 就是 2 的 n 减 1 次方 n 现在是 n 现在也是 2 所以这是 2 减 1 次方 ok 2 减 1 次方当然就是 1 次方 所以呢这个答案是 4 好 那再做一个练习啊 那如果呢这个 f of x 是一个单向函数 x 的 3 次方吧 那 f prime of 负 1 f 在负 1 的倒数会是什么呢 那套用刚才的公式 这个 3 要写在前面 因为现在 n 是 3 然后某一个数就是要带进去的这个负 1 然后要做一个 3 减 1 次方 3 减 1 次方就是平方的意思 负 1 的平方是正 好像应该刮起来 负 1 的平方当然是正 1 所以呢我们算出来了 f 在负 1 的倒数会是 3 那来 再做一个例子 当 f of x 等于 x 的 4 次方呢 那 f prime of of 再举个例子 of 1 2 次方的意思 会是多少呢 就是假如我们要对 f 以 1 2 次方的意思 为参考点来做 泰勒形式的时候 那个一次项系数会是什么呢 是 f prime of 2 分之 1 也就是 f 在 2 分之 1 的倒数 那按照公式再来一次啊 这时候 n 会是 4 n 会是 4 把它写在这边 然后呢这个时候的 a 会是 2 分之 1 然后要做一个 n 减 1 次方 也就是 3 次方 那 2 的 3 次方是 8 所以这个等于是 8 分之 4 当然我们可以划减乘 2 分之 1 经过这些练习 我们还是要练习一下 经过这些练习之后呢 我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啊 当我们在算 f prime of 什么东西的时候 当然这个就是 a 它其实呢永远都是一个形式 n 乘以一个数的 n 减 1 次方 这个数呢其实我们要带入 带入 a 要带入 a 那这个情况 不就跟我们过去处理函数的值 就计算函数值的那个情况 一模一样 就等同于 f prime of x 是一个多项式函数 n 倍的 x 的 n 减 1 次方 然后带入 x 等于 a 就得到了 f prime of a 我想要说的就是 我们其实可以有一个一般的符号 这个符号会让我们在处理 这个计算导数的时候 其实会比较方便一点 我们刚才有没有 就好像在表达的时候有点困难 当我要算 f prime of 2 的时候 我必须是说这个 直接拿这个公式来看 要看 n 是多少 a 是放在什么地方 但是如果我先把 f prime of x 当作一个函数写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 x 带入 x 等于 a 来算函数值 这不是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方法 比较可以 就是我们从小学数学 函数都是这样子表示的 先写成一个函数 再说这个 x 可以带进去什么数 OK 我们发现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 如果令 f prime of x 就是这个基本公式 所做出来的另外一个函数 则我们刚刚要算的 f 在 a 的一次导数呢 也不过就是 f prime of x 带入 x 带入 x 等于 a 的函数值 那么这个新的我要说导出来 就是刚刚我们在故意用了这个词 被推导出来 被我们的研究 被我们的思想推导出来的函数 所以我们的解释了这个函数的函数 就是这个函数的函数 好 称作F的导函数 那么将来我们也许 对不起 将来我们也许 还会再用到这个 一阶两阶三阶 但我们以后再说 现在先用黄色的写说 其实它是比较精确的说 它是一阶导函数 但我们就也可以比较粗略的说 它就是导函数就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 要用导函数的这个想法 希望我刚刚很担心 各位同学在这个地方 会好像有太多名词了 但是我认为这个名词 还是现在稍微觉得烦一点 但是将来就在下一小节 你或许就会觉得 这个是有需要的 那所以呢 我们的基本公式 可以重写一次 这个重写的一次的 这个基本公式呢 是用导函数形式写的 就是说当 f of x 是一个很单纯的 单向函数 x 的 n 次方的时候 它的导函数 f' 就是 n 倍的 x n 减 1 次方 那么当我要求 f' 在 a 的一次导数的时候 你就只要把这个 x 代成 a 就好了 这个样子是我们原先推导出来的 一次导数的公式 但是相信我 将来我们会比较喜欢写成导函数 因为写成导函数以后 我们在数学上比较容易处理 而且有一个一致性的系统性的 这个表达方式把它写出来 然后导数呢 就只要在导函数里面带进去 x 等于 a 就算出一个数来了 这样子的话 再来看刚刚的例子 如果 f of x 是 x 平方 则 f' of x 就只要写 它是两倍的 x 因为那个 x 会是 2 减 1 次方 就会变成 1 次方 就不需要写那个 1 了 所以刚刚的例子里面 要算 f' of 2 的时候 就会比较简单一点了 因为你已经看到 f' of x 是 2x 你现在只是把 x 等于 2 代进去 所以得到答案是 4 在下一个例子我们再做一遍 若 x 等于 x 的 3 次方 若 f 是 x 的 3 次方 则 f 的导函数呢 按照基本公式 就会是好像把 3 搬到前面来 然后 x 上面的导数 对不起 x 上面的指数扣一个 扣掉一个 就变成 2 然后我们原来的问题是要问 f 在负 1 的导数 所以其实也就是在 这个基本公式的导函数里面 把 x 等于负 1 代进去 然后负 1 的平方 这个应该很容易心算 它就是正 1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 3 那最后我们完结 刚刚的最后一个例子 如果 f of x 现在是 x 的 4 次方了 则 f 的导函数 就是把这个 4 在形式上就好像把 4 搬到前面 变成细数 然后 x 的次方扣一个下来 然后扣了一个 就变成 x 的 3 次方 那原来的问题是要问 f 在 2 分之 1 的导数是什么 那就是把 2 分之 1 带到导函数的 x 里面去 得到 x 的 x 现在变成 2 分之 1 它的 3 次方会是 1 分之 1 4 乘以 8 分之 1 得到答案 1 分之 1 所以这一小节里面 我们要带给同学的 就是一个新的观念 而这个新的观念 也产生一个新的符号 这个观念跟符号 都称为导函数 有了导函数以后 计算导数就比较系统化一点 比较 其实会比较顺利一点 你可以先把导函数的样子写好 然后再把那个 x 带进去 你想要算导数的那个数 比如说 1 分之 1 比如说 1 分之 1 然后你就可以算出来 我们的导数了 我们下期判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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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期判防 再带下数捷数